其他新闻焦点我们持续要告诉您的是 有三名台湾的年轻人在柬埔寨金边的公寓遭到了击毙 现场其实除了有枪支之外 还被找到有K他命毒品 这个消息传回台湾之后 除了死者的前科身份之外 现在各种的死因议论纷纷 29号晚间柬埔寨的媒体披露 根据了金边市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 全案应该是互相残杀 是先谋杀后自杀 没有其他人的参与 国人被骗到了柬埔寨去打工 遭到囚禁受虐的事件频传 26号的时候有7个人获救回到台湾 这里头有一名屏东县的陈姓女子 她竟然是诈骗集团的重要干部 在国内骗了12个人前往柬埔寨 屏东的检警接获多名被害人家属报案 在桃园机场等陈姓女子入境之后 立刻将她居提 好画面当中您看到的 这一名染着一头金髮的22岁陈姓女子 她是屏东县三地门乡人 在IG发布了高薪免经验 电脑文书打字 包吃包住包机票 招待旅游等等的名目 诈骗国人到了柬埔寨 从事诈欺工作 自己半年前到了柬埔寨 因为业绩太好了 还被提升为诈骗集团的干部 为了净化治安 屏东县警方积极减速黑枪 侦办人口贩运集团 现在已经陆续逮捕 9名嫌犯到案了 好 但是呢 现在根据统计 还有上千名的国人 都被骗到了东南亚去做诈骗 有一名台湾人被骗到了辽国 他说自己差点被割肾 紧张到吐血 最后透过统促党 帮忙付赎金才逃了出来 因此外界也在质疑说 政府救援的动作 是不是真的太慢了呢 从柬埔寨逃生的受害者就说 当初其实他们有求助外交部 官员告诉他们 你要先自己逃出园区之后再说 好 家属帮忙报案 没有想到台湾的警方回应 竟然是这个案情是天方夜谭 还怀疑家属在骗人 大批国人被骗到东南亚当猪仔 小兰当初被骗去辽国 发现要做爱情诈骗 三个月的地狱生活开始展开 家属透过统促党帮忙 付了赎金39万才把人救回来 他们找过政府但处理太慢 政府慢吞吞成立专案小组 但目前光柬埔寨就有900人失联 受害人说当初找外交部和警方 得到的是这个答案 家属也是有跟外交部 得到回应也是需要我自己 先出来园区 他们有差办法去做处理 可是在园区里面 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 怎么可能自己还跑出来再求援 当时去联系警方的时候 其实警方是觉得 我们在说天方夜谭 是讲说不可能有这些事情 甚至以为我家人是在骗人 积极度是真的看不太到 统促党协助营救 却被刑事局批评有不法勾结 是半神又半鬼 白狼不满提告但等不到答案 民营党政府觉得没面子 因为他们救不到人 我们把人救回来了 初联邦就来这样子给我们戴帽 第一件事谁开了我们很清楚 对海外受困的国人来说 恐怖的不只是可恶人蛇 恐怕还有谢泽的大关 接着夜晚00沛捷台北采访报导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